大家好,今天我们网友互动 在网友互动之前呢,我们把前面我们做的两个民调 和大家进行一个汇报,总结一下 第一个民调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民调希望看看 听听大家的反应,如果罢免蔡英文 你支持罢免蔡英文,还是不支持罢免蔡英文 那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用民调的方式在网上 支持,不支持和没有意见 另外一个是在我们栏目上呢 就是如果你看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你支持的话,你就点这个 你要不支持的话,你就点这个 我们呢,仅仅是在网络上看一看大家的反应 在节目这边,看节目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知道,来看我们栏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多数是属于认同我们的朋友们 所以呢,他点这个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们的同温层,我们讲它 我们同温层的大概是在四万以下 也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们 多数属于同温层,少数是属于那些监督我们的那些国安局的人 那些有恶意的,他们来一直盯着我们想干什么 有这样的人存在 所以在四万以下的浏览量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看了罢免蔡英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第一天,第二天的百分之九十八 到了第三天之后,整个这个浏览量呢 超过了五万,这时候呢就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七 然后再往后,现在呢已经来到十二万 十二万这个数字呢已经维持了三天没有变化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了一下 三天总的浏览量没有变化 而投票那个比率也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不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出来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做网络民调的话呢 现在我们从投放到现在大约两周的时间 也就是网络民调呢 应该到了两周以后呢 它的浏览量已经就很小很小了 因此我们觉得网络民调一个月是不需要 不需要那么长久的时间了 那两周比较正常一些 所以我们把两周的民调做一个统计呢 我们看了一下蔡英文支持罢免蔡英文的人 我们看看有多少 从我们节目上来看呢 支持罢免蔡英文的人的投票是占百分之九十七点四 也就是简单的说百分之九十七 民调区呢它是有这样 它总的投票人数是六千零八十五人 那支持罢免蔡英文的人占多少呢 支持的人占百分之九十四 不支持的占百分之四 另外有百分之二是无所谓 是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那百分之九十四的人 进入这个投票区了 他们都是说支持罢免蔡英文的 这个百分之九十四 和我们网络上那个节目上的百分之九十七 基本上算是比较接近 它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它就有一点点并不是很大 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朋友们 在网络上他们认为支持罢免蔡英文 这是一个 第二呢 后来我们又放了一个民调 我们又放了一个韩国瑜的民调 我们看看就是支持韩国瑜 认为韩国瑜是好市长的 在我们节目上点这个 认为韩国瑜不好的点这个 所以在网页上呢 在节目上呢 支持这个的说韩国瑜好的 占百分之九十八 很高 不好的占百分之二 那我们在民调区也放了一个 关于韩国瑜市长的民调 我们看在民调区呢 支持韩国瑜 他是一个好市长的民调 占百分之九十二 所以百分之九十二的人说韩国瑜是个好市长 百分之六的人说韩国瑜是一个不好的市长 百分之二的人说没意见 无所谓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民调区呢 我们就看出来 基本上我们找到规律了 也就是在网络世界 在网络平台上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民调的话 大概两周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两周以后 无论是在民调区 无论是在节目区 这个整个的浏览量都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非常下降了 所以我们就原来计划呢 是准备做一个月 看看情况怎么样 那现在我们不做一个月了 我们既然数字已经基本不动了 基本不动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暂时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呢 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在网络世界支持罢免蔡英文的 占百分之九十四以上 在网络世界支持韩国瑜是一个好市长的 占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这是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这两个结论得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先放在一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民调 这个新的民调呢 我们是这样设定的 我们设定就您认为台湾未来的走向 就是未来它这个发展方向 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们先不管这个政府是谁 不管是我们以后就叫他菜病毒吧 不叫他名字了哈 不管是菜病毒执政也好 谁执政也好 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台湾人民 普通的台湾的选民 你认为台湾未来的发展趋向 朝哪个方向走 也就是你愿意关心一下台湾的未来 我们这个民调专门而先 对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设了四个答案 第一台湾的未来方向 你要靠向美国 靠向美国也就是说 之前有一些说法 说成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州 美国的一个省 这个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这可能性不大 所以唯一的有可能就是说 你靠向美国的话呢 你就成为它相当于它的一个姊妹国 有点像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样 纽西兰的 纽西兰的澳大利亚 这两个是一个姊妹国 那姊妹国就是说 虽然它新西兰有新西兰的政府 澳洲有澳洲政府 新西兰还有自己的货币 澳洲有自己的货币 这两个货币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众 可以互相走动 走动呢 没有任何的障碍 而且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时候呢 他们纽西兰的公民 跑到澳大利亚以后 可以享受澳大利亚所有的福利 比方说当时在澳大利亚 已经叫失业救济金 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没有工作了 不用任何理由 你只要没有工作了 你就找政府要钱去 它是按周 每周给你钱 一周一付 房租也是一周一付 所有都是按周的 所以你跟政府说 我没钱了 那政府呢 我没工作了 哎不说没钱了 你没工作了 主要你没工作了 政府呢 就每周给你钱 每周给你钱 这个钱呢 一直给 一直给 没有限制的 就一直给下去 只要你没有工作 然后给的这钱呢 其实还够你玩的钱 不光够你吃饭的钱 还够你玩的钱 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 有一个人呢 他是从纽西兰过来的 也是一个华人 他持有新西兰的护照 也就是说 他是新西兰公民 那这个纽西兰公民呢 他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 他没有工作了 他也去领钱 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哟 我说这个东西 倒是挺幸运的 这个就是姊妹国 姊妹国就是说 你的公民 拿的就是你的护照 在全世界 你也是你的护照 但是呢 由于咱俩是姊妹国 所以你的人民 跑到我这来 就跟我的人民一模一样 而我的人民 跑到你那去 跟你的人民一模一样 当然大部分是 从纽西兰跑到澳大利亚 很少有澳大利亚 跑到纽西兰的 因为澳大利亚的 那个福利啊 相对的稍微比 纽西兰稍微好一点 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它叫做姊妹国 所以情况一 就是台湾变成一个 美国的姊妹国 好 这是你们自个选择 情况二 台湾依靠中国大陆 那也就是和平统一嘛 那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在台湾省自古以来 按照中国说自古以来 台湾就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那你就靠向中国 那你整个的经济也好 政治也好 文化也好 导向中国 导向中国呢 经济上不用说了 大陆什么样经济 你可能就是什么样经济 可能是这样 我不能确定啊 文化来说呢 文化是一样的 五千年的 大家读的诗 我发现大家 台湾人读那些诗 不管是李白的也好 杜普的也好 还有什么那文化 那皇帝那些 所有那些经 其实这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导向大陆 但是政治上你注意 你也是那样的 不可能有一国两制了 我觉得不可能 没有本身香港这个实行一国两制啊 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为什么叫错误呢 我们稍把的话拉长一点 香港呢 本来在英殖民地的时候啊 也不是民主选举的 也是由英国派一个总督 然后呢 你一切都听英国的 我英国人都给你码好了 没有说你选香港总督 不用你选 英女王任命一个 对吧 所以英女王任命的那个人 就是香港的总督 那在1995年 就是快要回归 快已经定了 就要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 你们知道他什么名字了哈 最后一任总督呢 后来被中国大陆骂 就是这是一个缺德的一个总督 他呢 就在1995年的时候呢 就搞了一个选举 说将来啊 把这个香港交回 给中国大陆的时候啊 我们搞一个选举制度 将来呢 不要让中共说了算 你们自己选举 你们这些什么立法委员 自己甚至要选举 你们的港督 这个叫港督 那个时候呢 在中英在起草协议的时候呢 中共是非常反对的 说这不行 你交给我了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 你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结果这英国人呢 比较有他们的想法 他不管了 他就在95年真正选了一次 有一些主要的领导呢 他由老百姓选出来 他想把这盘菜 做好的一个民主选举的菜 给中共 但是在他之前 没有 在之前的话 他不是的 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那时候 邓呢 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邓呢 就为了能够和平的 把香港拿回来 所以他就说弄了干脆 就一国两制 所以一国两制就是说 你那边你选举制度 我这边 我共产制度 我们两个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国 所以他不知道哪做了一个梦呢 就梦出这么一个 一国两制这个方案 所以这个一国两制呢 其实仅仅是在 发生在交接的那段过程当中 中英双方在谈的时候 有一些分歧 有一些分歧的话呢 英国人是想交给你一盘菜 不是我原来那盘意大利面了 我想给你来那个 不是意大利面 是中国面加上一个 什么意大利的那个番茄汁 最后来一个四部相送给你 要不然你就中国面加上卤汁 要不叫意大利面加上番茄汁 对吧 他不 他给你重新来一盘菜 这边是意大利粉 这边是卤汁 或者这边中国面 这边给你灌那个番茄汁 最后交给你 你拿走 这什么味儿 咱也不知道 从来没有吃过这味儿 也就是说 这个一国两制呢 是一个邓 他自己想出来 他认为他特别伟大 其实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香港 不可能一国两制 不可能的 没有这事 别想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呢 就说大肆的也宣伤 哎呀 一国两制是一个邓小平的一个 创举也好 什么伟人也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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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的一塌糊涂 英国人也觉得呢 达到目的了 怎么叫达到目的了 就是我原来在我英联邦统治的时候 就是我港督说了算 当把这个香港端回给你以后呢 不是港督说了算 是老百姓能够选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至少我这母子已经给你架在这了 你还同意了 既然你同意了 我就给端给你 端给你以后呢 就是香港人民在过去英殖民地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享受那个投票选举港督那个权利 但是呢 当回归大陆以后呢 香港人就觉得 哎 我是可以投票的 因为从95年的97年有两年的时间 那我95年我既然可以投票了 为什么归你共产党了就不能投票了呢 怎么怎么样呢 他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矛盾 这个矛盾就滋生出来了 如果在95年的时候不这么做 如果95年没有一个选举的制度 直接由香港的殖民地端给中共的话 那很文就是一国一制嘛 就原来是你英国制 现在说北京制 谁制都是我任命一个总督 我总督任命完以后 我任命几个立法委员 任命几个局长 这都是我说了算 这个其实一点区别都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不存在现在香港人民说我们有自由 本来你也没有什么自由 但是在香港和大陆回归之前 他有一个自由是很明显 就是在英国人殖民的时候呢 他还是有言论自由的 你是可以说 但是你那个投票 你选取那个港督 那个总督 不是你说了算 就是上面委任的 大陆呢 接过这个东西以后呢 他也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情 至少在邓走了以后 后边这些领导人上了以后 他觉得什么叫一国两制 其实一国不就一制嘛 哪有可能一国两制 这种东西 这种理论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但是你又不成立的话 你不承认 他就用一个一国一制的方法去管理 但是法律上或者之前 或整个媒体都说了 一国两制 我就是资本主义 你就是社会主义 咱俩就是两两不一样的 大家已经把这话说出去了 这时候中共还说不回来 为什么说不回来呢 他自己说的 邓说的 邓小平说的 而香港这边呢 觉得我们回归你的话 不是归你管 我们就是有自主权的 我们就是资本主义 你说好的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 你这个东西就矛盾了 矛盾到现在 所以激化很多东西呢 都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造成的 那些人已经都不在了 我们也就不管他了 至少我是认为 一国两制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是根本行不通的 你要这么弄 保证有问题 一个是享受资本主义制度 这些人 他们误认为 我有天大的自由 我可以像西方国家 一样选我自个的港督 选我自个的立法委员 其实不是啊 但是统治者会说 这是个假的 你什么两制 还是我认命 选举也是假的 就跟蔡英文似的 我做票 我做出来 其实还是我认命的 那这样的话 就一种扭曲的制度 在这个社会当中 运行不了很长时间 运行久了以后呢 他就出现问题了 像这次香港的事情 因为香港的事情 我不想谈 因为老彩虹线 一彩虹 我们的节目就麻烦 所以呢 我就不碰这块 但是我们从科学来讲呢 一国两制是不正确的 怪谁呢 邓制造的 现在领导人 他没办法了 他一国一制不行 一国两制不行 他卡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种智慧 才能解这个扣 这个扣如果解不开的话 就出现了像之前 像香港这些游行 都来了 这就是 所以呢 有一个政治智慧的原因 有一个政治智慧的因素 在里边 看你能不能解这个嘎的 但是这个扣谁记呢 邓和英国的最后一任首相 英国派的最后一任港督 他俩给弄的 他俩给记了一个扣 这个扣让后边人很难解 没有高智慧的高智张人 解不开这扣 你解不好以后就发生问题 社会就发生冲突 这样的冲突的话 其实对谁都不好 对管理者也不好 对人民也不好 对整个社会都不好 所以这是政治智慧 回过来说 香港一国两制 其实是失败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说台湾呢 台湾如果你回归中国了 和平统一了 是一国两制吗 绝对行不通 如果用一国两制的话 这条路最后一定是乱套 一定是死亡的一条路 所以不可能 就是一国一制 一国一制就是什么 就是蔡英文现在做的这个 蔡英文现在不是已经 皇帝制了吗 对吧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 新闻自由没有 不许有反对生意 公投没有 不许你公投 一切一切都没有 所以蔡英文现在绑的 这个社会制度呢 就是朝向一国一制 这个方向再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和平统一 归了中国了 一国一制 别想一国两制的事情 这个才有可能 让这个社会稳定 我说的是稳定 这稳定是好词还坏词 你们自个去想 是稳定 好 那是第二种选择 这种选择呢 也就是说 你中华文化 这个语言差不多的 是一个卖下来的 如果你台湾跟美国呢 你是两个文化 这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只是说台湾想 靠向美国 借助美国的军事 借助美国的经济 以借助美国在全世界 这么大的一个power 那么一个威权 一种威慑力量 然后呢 你可以在他的 嘎吱窝底下 在老母鸡底下 做一个小鸡 你能够 能够活下去 那个是另外一种选择 但是两个文化 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极端 我说那完全极端的 OK 好 第三个选择 就更麻烦了 那要不靠美国 也不靠中国 就靠你们自己 那不就是台湾独立吗 那台湾独立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要走到台湾独立 这个谁都不靠 有没有这种基础呢 自己想 自己想 我现在不做评论啊 我们是有个想法 这个基础有很多基础 比如说文化基础 经济基础 政治基础 这些都是你自个的基础 对吧 有没有文化基础呢 文化就是你 台湾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吧 咱们就说一部分吧 反正就是你的文化 已经逐渐形成了 没关系的 这个跟中华文化差别 不是台大 经济 台湾自己 他有自己的货币 他有自己的生产企业 他有自个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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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农业 他都有 科技都有 自己的学校 自己的教育体系 政治 到底台湾政治是一个什么 现在不知道 现在去向不明 台湾现在的政治去向不明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独立的话 就完全靠你自己了 那你靠你自己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领头人就重要了 到底是谁在领头 领不好 像蔡英文这个 不是蔡英文 像蔡病毒这个 就变成了蔡正恩了 这是很明显的一条路 非常明显 直接奔蔡正恩去 直接奔北韩 第四个 还有一个选择 你都不想 我不想了 就这么着了 就像现在叫维持现状 模模糊糊 我是不是一国家呀 不知道 反正全世界不承认你 美国也不承认你是国家 中国也不承认你是国家 其他国家都更不承认了 几个非洲小破国 是你给钱 我嘴巴承认你 你拿钱喂 你不喂钱的话 我嘴巴也不承认你了 没有了 你就自个这么呆着吧 四不像这叫 四不像反正你也有货币 也有自个的土地 也有自个的护照 但是很多地方不认 不认的话 你就忍着吧 为什么 你选择的 你愿意选择这条路 就这么的模模糊糊 我什么也不是 又会参加不了 不就不参加不了了 什么WTO WHO 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切一切都跟你无关 你愿意这么着 那你这么着 这么走过来已经几十年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有问题了 能不能活下去呢 也不是不能活 大家还活挺好 挣的钱还挺多 也生儿育女啊 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这是一个 比较高阶层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去讨 我不再想讨论那些 什么细毛蒜皮的小事 什么弄一个什么 什么泰国的事啊 什么新加坡的事啊 我觉得这个太不值得一提了 所以这个民调呢 话题呢 拉的比较高 你们在这四个当中 起码得想一想 再答 这样的话呢 就有意义 我是想了解一下 看看到底大家 怎么想的 因为这里边 就是需要你动脑子了 如果你要是不动脑子的话 这四个问题你答不了 你不知道怎么答 但是你要选择之一的话 你一定想台湾的未来 也就是说 促使你们把自己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我们看远一点 到底我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居民 一个台湾的普通人民 我希望这个社会走向哪 我怎么想 可以的 跟自己说话 问一问自己 无形中把你的层次给拉高了 当你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 再看那帮1450这帮垃圾 什么笑死啊 崩溃啊 他们懂个狗屁 他们懂的 他们什么也不懂 就知道那里几句话 农民都不如 农民还知道还种地呢 除了骂人还可以种地呢 他们不过 骂人拿钱 骂人拿钱 就这样 所以那群1450就是社会垃圾 不用管它 好 我们放出这样一个民调呢 大家讨论讨论 我也想听一听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不同的观点都没有错误 前期我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可以讨论 就一个观点可以争论 但是呢 每个人的角度 看问题的方法 分析问题的方法 可能不一样 这都正常 我这都正常 有些时候理论是越变越轻 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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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慢慢就明白了 如果明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作为一种叫 精神食粮 有个精神食粮 说话 有时候人说话 你总有内容吧 就当你跟一个人聊天 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跟一个人说话 说了五分钟以后 那个人走了 自个上车去了 就只要一打电话 没了 没了哪去了 跑那边去了 他觉得那个人很不礼貌 当然这个确实是 很不礼貌的一个做法 可是我换过来一想呢 是不是那个人 有什么想法呢 我说 我给人答复 说 一那个人有病 你说完话以后 也不跟你打招 我就走了 向车去了 有病 二一个呢 很可能 他不愿意 他觉得跟你没话可说了 如果咱俩人坐在一起 我说的话 你觉得有道理 你说的话 我也觉得有道理 两个人坐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那怎么可能走呢 不可能吗 上个厕所 还会回来吗 一定会说 因为人们在说话 在信息交换的过程当中呢 就在获取对方的一个精神食粮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对吧 我看一个节目 或者我跟一个人讨论问题 我也说我的观点 其实我也在听他的观点 当我在说我的时候呢 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当他说的时候 十句话里边 可能有一句话有道理 那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精神食粮 就吸收进来了 至少我觉得 我跟他说话 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我看这一部作品 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否则的话 如果我跟他说了五分钟话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从他那获取精神食粮 而我说出的东西 他又没有办法消化 去理解的话 我就马上停止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了 就是完全是属于对牛弹琴了 当然也可能他是牛 也可能我是牛 就是两个人不通了 这个语言上不通了以后呢 那就没法说话了 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 大家讨论是没有问题 讨论呢 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 或许别人听你有道理呢 这个没有正确错误 绝对的正确错误 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都是相对的 相对某一个点 相对某一个高度 相对这高度就正确 相对这高度就不正确 相对这高度更不正确了 所以level不同 结论不同 好吧 今天所以我们把这个民调放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就这个话题 我也想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完了我们过一段时间呢 再总结 我们这样了 就定两周 两周以后呢 我们再换一个新的话题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